我想诚恳的请1450们放过一个小朋友好吗 大家看到没有 无精的爱人谢南在自己的账号下 只是分享了自己儿子吃饭的日常小视频 下面的评论区居然成了1450欢乐的海洋 他们在高喊 喊你老公赶紧退票 退票退票退票 我是来看有多少人退票的 看了电影 盲目自信的人好可怜哦 战狼的儿子果然不一般 麻烦你老公把战狼一和战狼二的门票推一下 谢谢 南姐帮我问问狼哥什么时候开账号 全网都在找他呢 南姐什么时候带孩子来绵北旅游 我们主要想看现实版战狼三只 解救媳妇孩子 之前公司全部都是看了战狼 就我没去 到现在我也没看 哈哈不用退我的票 还有更多更难听的话 有一些直接针对人家不到十岁的孩子 我都念不出口 我们先就是论事 在那边出事的人是怎么过去的 我们有没有营救 这些想要关心的人 可以去正规媒体渠道关注 我们也有相关人员在处理 不用你们在这扯着脖子喊 扯着脖子喊也解决不了问题 其次吴京是个演员 人家拍了几部电影而已 电影是什么不知道吗 这么多人拿电影带现实的节奏 真的服了 那要这么说的话 按照好莱坞大片 世界上哪出乱子了 你们是不是要去米国找队长 找超级英雄来帮忙啊 咱们有啥事也可以去找啊 因为他们在电影里头 可是拯救全世界全人类的 自从吴京拍了几部电影之后 1450对他的各种冷嘲 热讽和谩骂就没停过 甚至战狼在他们口里 都成了贬义词 可今天看到这些人 连人家的老婆孩子都不放过 对小朋友进行网报 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想吴京这是不把你们当回事 要不然他会说 祸不及妻儿 有本事冲我来 不过就算是你去网报人家吴京 这也是完全不占理的 吴京作为一个演员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我们奉上一步步精彩的 爱国情怀的电影 从做演员的角度来说 这有问题吗 从电影的题材角度来说 这是帮我们社会宣扬正能量 再怎么说都好过 你们这些天天混在网络上 只知道盯着社会负面信息 大肆宣传带节奏 打击我们公信力的1450问强吧 表面上你们在关心 这没人管那没人管 但喊几句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们不喊问题就没有推进 没有关注没有解决吗 喊完之后如果问题有进展了 你们还关注吗 你们是不是直接视而不见 奔向下一个热点事件带节奏去了 你们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民生 我们的社会 而是能不能发出那一条条评论领到美元 你们不会呼唤米国队长去拯救世界 因为你们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米国队长 他手拿美元祝你生活愉快 我没说错吧 在这我表达几个小希望 第一希望网站可以对谢南的儿子进行保护 这么小的孩子不该因为这样无语的理由被网爆 第二希望我们有更多讲道理的网友们和博主们 站出来为谢南一家发声 他们被1450借地打利实在是太冤枉 第三我喊话1450们 就算你们是为了领粮是带着任务的 就算你们是来制造负面和对立情绪的 这些我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但你们多少有点口德 放过小孩子好吗 你们骂像我这样的博主 骂成年人 至少我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有一定的承受力 也有像坤姐我这样战斗力爆表的不介意迎战 但你针对小孩子怎么张得开口啊 咱说谁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们有家人吗 骂祖国骂他道德没有了不说 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吗 你们总说有的人只有新娘都没有人性了 那你们呢 我随便说几样啊 礼节道德尊重尊严底线人性 哪个你们能拿得出手 我就是想不通 我们中有些人 为什么永远只能看到别人的发展进步 对我们自己的进步视而不见 当我们有一点不足呢 就立刻无限放大 甚至使用各种手段去放大 比如在网络上扩大舆论的影响 就算你们真的认为什么事有问题 为什么不就是论事 摆事实讲道理理性辩论 而要随便去找个可以带节奏的地方 去带节奏 嘴巴还不干净 请放过那个孩子有本事冲我来 不信你们看看我的视频发出来之后 有多少爱国的讲道理的网友会点赞 会在评论区声讨你们这种行为 还是那句我曾说过的话 不爱了也请不要伤害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做人做成你们这样 四个字评论啥也不是 不及 等日子 就把你把你带弄